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各位 你们平常看电影跟影片或是怎样 都看东西的时候都会吃什么零食呢? 我喜欢吃甜甜的 鱼干 我喜欢吃雪菇 你呢? 我喜欢吃花生 诶 跟我一样 那你觉得哪一个国家的花生比较好吃? 因为我是印尼的 我觉得我国家的最好吃 哇耶 越南很好吃 越南的花生超级好吃 我觉得泰国的很好吃 好 大家都讲到花生了 我最近有去了东南亚店 然后买了一些各国的花生 想要让你们试试看 我们这边有各国国家的花生 我第一个有台湾花生 那边有内南花生 泰国的花生 那是印尼的 还有 还有有一个 我最近看到很特别 它绿冰花生 我真的没有听过 但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看就好 好 我们可以看台湾的 好 台湾的 那我们打开 这个要先剥皮了吧 对不对 比较麻烦一点 我觉得这个配酒很适合 对 通常都是滴酒 我觉得香脆很加分鱼 有蒜味的花生 你知道吗 台湾人平常都会配茶 下一个 这边有蒜味的 还有这边有BBQ 口味的 BBQ先 BBQ 我超喜欢这包 很咸 很咸 对 味道吃 我们再试 酸味的 好 那不咸吗 我觉得BBQ比较咸一点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BBQ 我喜欢BBQ 下一个要吃什么呢 越南 越南 越南这个是 牛奶花生 嗯 所以它会有牛奶的味道吗 可能是有香草的味道 香草牛奶 它蛮香的哦 它香草味蛮香的哦 它香草味蛮香的哦 甜甜的 嗯 很香 牛奶味好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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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甜 好吃不够 要看个人 一到十多少 你买 我七 八 六 八 好 我们下一个 要吃 看演最爱的 再给一个 大哥花生 就是很经典的 大哥哥 这是原味 原味的 它们原味是那个 椰子的 嗯 真的不错 它的口感没有那么重 就是那个味道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你咬了之后 你的味道越来越自来 对 没有它 不会太甜 对 难怪这个也那么喜欢 那我送你一罐 一到十几分 五 七分 七分 五 七分 七分 我们都吃了一年 这是淡品 所以外面有酥酥脆脆的蛋糕 酥酥脆脆的蛋糕 酥脆脆的蛋糕 然后带一些蛋的味道 对 好 好 嗯 嗯 嗯 是不是 嗯 嗯 那个蛋大焦脆脆的 比较重一点 也不会太硬 嗯 对 这就偏暖了 里面有包花生 哦 一到十一定是十 这是十 你只要五 你只要五 不能唱越来越南 哦 哦 OK 正好 我们都选了嘛 那你们各位观众 喜欢哪一种的花生呢 好 好 好 从三个字 和陛修 conditions def. 从第三个字 暗所谓的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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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 però 它是香草的味道 这锅炼機有粉丝 飞泼的 permit 它是香草的味道 2. 桃花菜 放蛋 非常香草 soon 你吃了 2 或2 複雙 คู่ กับ ชา รายการ ของ เรา ใน วัน นี้ ก็ จบ ลง แล้ว เพื่อน ๆ อย่า ลืม กลับ ไป ทบ ทวน กัน นะคะ แล้ว เจอกัน ใหม่ ทิป นะ บ๊าย บาย